在英国当地时间6月2日至6月4日 英国王室举行了一次非常隆重的庆典 这次庆典目的是庆祝英国现任君主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登基执政70周年 英国王室把这次庆典命名为白金喜年庆典活动 英国王室的网红CP 前苏塞萨斯公爵夫人梅根·马克尔 与她的丈夫哈里王子也受到英国王室的邀请 返回英国参加此次白金喜年的庆典活动 众所周知的是 梅根·马克尔与她的丈夫哈里王子 在两年前也就是2020年的时候 就已经公开宣布自己辞去英国王室的高级职务 不再为英国王室效力 离开英国王室独立发展 两人在宣布辞职消息后 就迅速搬家 从英国搬到了梅根·马克尔的母国 美国定居工作 据英美报道 有英国王室专家表示 此次梅根与哈里回英国参加 英国王室举行的白金喜年庆典活动 是哈里和梅根正在与王室和好的最后一次机会 事实上 这是梅根夫妇自2020年卸任高级皇室成员以来 第一次带着孩子回到哈里的祖国英国 并与孩子的亲人们 英国王室的家族成员团聚 本来这次回英国参加白金喜年庆典活动 本应是梅根夫妇修复与王室家族其他成员之间的裂痕的最后一次机会 但王室专家 皇家传记作家邓肯拉克姆认为 事实正好相关 邓肯拉克姆是一位著名的皇家传记作家 其代表作品是为哈里王子撰写的个人传记 《哈里王子》内幕 邓肯拉克姆在Closer杂志撰文时表示 哈里和梅根已经失去了与英国王室和好的最后机会 两人并没有利用此次返回英国参加白金喜年庆典活动 成功修复与其他英国王室的隔阂 可以说梅根夫妇与英国王室和好的希望十分渺茫 邓肯拉克姆认为 哈里与梅根有可能向媒体曝光自己在英国参加白金喜年庆典活动的一些事情 从而获取一些好处 但是这对于梅根夫妇来说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邓肯拉克姆在文中评论道 哈里和梅根的测试现在真的开始了 他们来到了英国 来到了周年纪念日 真正巩固了自己的皇家形象 这对他们个人的品牌来说是一件好事 但是如果关于本次王室活动的任何私人信息 被梅根夫妇在媒体中披露 或是在任何书籍中披露 哈里和梅根会毁掉这一次 拉克姆补充说 虽然这种做法被自己视为是哈里和梅根的危险地带 但是他们确实有可能这样做 实际上 哈里和梅根在洗年期间保持低调 两人只公开参加了一次活动 圣保罗大教堂的女王感恩仪式 在仪式期间 梅根夫妇坐在威廉夫妇的对面 但是这两对夫妻却相互之间表现冷漠 没有出现任何热情的交流 对此事义军的看法是梅根与哈里确实已经彻底与英国王室闹翻了 两人此次回英国参加白金洗年庆典活动 似乎更多是走过场 没有看到与英国王室成员有任何实质性的交流 因此梅根夫妇可以说是失去了与英国王室和好的最后机会 义军个人认为 正如邓肯拉克姆说的那样 梅根夫妇很有可能向外界透露自己在白金洗年庆典活动中一些私人的信息 因为很多媒体与影视公司都会对这些涉及英国王室成员的私人信息感兴趣 愿意花大价钱去购买这些信息 梅根与哈利如果真的把这些王室成员的私人信息卖给媒体或者影视公司 那么两人可以说是在进行一次赌博 赌的是自己的下半生命运 假如赌赢了 那么下半生就会衣食无忧 锦衣玉食 赌输了 那么后果就不堪设想 前途渺茫 不过梅根夫妇现在的前景也很灰暗 本来就好不到哪里去 为何不赌一把呢 赌赢了或许就能改变目前的处境 重新走上康庄大道呢 你们怎么看 欢迎发表评论 不久前 哈利王子将英国内政部告上了英国高等法院 称他们拒绝在自己返回英国时 给他提供安保服务 昨天这个案件终于开庭了 第一天哈利就给英国王室成员带来了一个惊喜 众所周知 苏塞克斯公爵起诉内政部 是由于他在他退出王室后 内政部拒绝把英国纳税人的钱花在他的保镖身上 但到了哈利这里 理由就不一样了 知情人士透露 哈利王子在法庭上提出 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私人秘书爱德华阳是这件事的始作俑者 是他在2020年2月做出一个决定后 他们在英国的24小时安保服务才被撤掉 当时哈利王子说 一家为王室成员和其贵宾提供安保服务的机构 RECWORK 停止给他提供回英国时的同等程度的个人保护安全 尽管他主动提出自己掏钱 苏塞克斯公爵的法律团队在一封信中称 他在2021年6月回英国时 请求提供安保服务 对方以程序不公平为由拒绝了他 哈利王子的律师谢伊德·法蒂玛在法庭上表示 之前有人告诉哈利 英国王室并没有参与这件事情 随后他才知道家人也参与了 正是因为知道了女王的秘书爱德华阳参与了这件事 此时哈利称他和女王的这位现任秘书关系非常紧张 法蒂玛在一份法庭文件中表示 首先哈利不了解英国王室在这一事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一直被蒙在鼓里 希望他们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 其次哈利认为在Rivike在做出决定时 没有让他参与其中 对他极其不尊敬 最后哈利还提出 这个决定是不公平的 有可能是因为他和王室成员之间发生了矛盾 对方才故意从踪做梗 哈利告女王的秘书与告他本人没有差别 实际上就是在为难整个英国王室 前一段时间回英国时受到了王室成员的忽视 哈利通过这种方式为自己讨回了公道 但女王听到他指责自己的秘书一定会气得不轻 这相当于他在间接指责他给他们回英国添加了不必要的阻碍 等于又和王室成员杠上了 别担心 女王和英国王室也绝对不会示弱 英国内政部毕竟站在他们一边 据英国太阳报报道 哈利王子的律师今天在伦敦的听证会上 要求法官允许对内政部的决定进行全面审查 英国内政部的律师表示 相关机构有权做出这样的决定 针对哈利王子的安全服务将结合具体情况来考虑 拒绝全面的审查 哈利表示会一直告下去 只为获得他这项他应该得到的权利 两年前当苏塞克斯公爵夫妇退出英国王室时 他们被剥夺了24小时的安保服务 哈利后来抱怨说 他不能和梅根、阿奇和莉莉贝特一起回去 因为太危险了 当他待在佛罗格摩尔小屋或参加皇室活动时 他会有保镖 但如果他想要见朋友或访问英国的慈善机构 身边就没有了保镖 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一份声明中 哈利王子的法律说 哈利王子从出生时就有了安全方面的威胁 他仍然是英国王位的第六顺位继承人 曾两次在阿富汗执行战斗任务 近年来 他的家人一直受到新纳粹和极端主义威胁 他们有充分的证明 虽然他在王室的角色发生了变化 但他作为王室成员的形象没有改变 安全问题也一直存在 苏塞克斯公爵和公爵夫人亲自为他们的家庭 组建了一支私人安保团队 但这种安保无法比拟他们在英国得到的安保服务 在没有这种服务的情况下 哈利王子和他的家人无法回家 气完了70多岁的老父亲查尔斯王子 哈利又把矛头指向90多岁的奶奶 威脸王子是忍无可忍 最近他公开指责了弟弟 称他没有底线 看来英国王室的公斗又拉开序幕了 哈利和梅根好不容易平静了一段时间 又准备要出来闹事了 有好戏看了